雁门叛军胡塞组织偷袭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当局也出动战机空袭雁门港口 现场窜出大火 至少80人因此受伤 而胡塞组织发动报复空袭 出动F-15等战机空袭当地的港口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 河台打港是伊朗运送武器资助胡塞的港口 因此选择这个地方空袭 现场也至少造成了80人受伤